原标题,新爸爸插足旅向之政退阅二线的新爸爸,霍华德舒尔茨并没闲着。 继去年6月,松口对从政治开放态度后,当地时间1月27日,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这位年鱼花甲的星巴克前任CEO表示,正认真考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202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前有商人特朗普逆袭成功的样本,又已为亿万富豪参选资安引人注目,而且,舒尔茨的商业履历同样显赫。 在过去约40年时间的商旅生涯中,舒尔茨将星巴克打造成了一个全球品牌。 去年6月,身价超过30亿美元的舒尔茨,辞聚星巴克CEO的职位。 对退阅二线的舒尔茨来说,从政成为一个新的选项。 一直以来,舒尔茨在全体认同、同性跟婚姻等社会问题上都不离于发生。 早在2016年大选期间,舒尔茨就一直公开,表示反对特朗普。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签署了总统行政令,限制难民和部分国家公民入境。 星巴克随后宣称,将在未来5年内,雇佣赢了名难民。 而在最新的电视采访中,舒尔茨不仅怕轰了特朗普,民主党也没能躲过他的枪口。 舒尔茨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比脆弱的时代,不仅仅因为我们信任的总统根本不配做总统, 而且两党都没有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去做实施,也就导致了两党之间互相报复的政治局面。 不过,对,于舒尔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的想法,观察人士并不看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程浩指出, 如果一开始就以独立身份参选,而没有两党的支持,是很难选选的。 包括资金和现有资源方面,在两党格局下,金主们对独立候选人都不看好。 众所周知,美式选举可谓烧钱游戏,而出烧钱外,横在独立候选人和第三党面前更为巨大的障碍,在于选举人票制度。 孙程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一十度以州维基票单位,实行迎着通知,意味着超过半数或者多数党派,可以把整个州的选票都拿走。 每个州的选举结果只有一个赢家,得票第二多,第三多的候选人并无异议。 以特朗普2016年参选为例,虽然他和共和党有理念上的不同,但还是揭穿出海,特朗普清楚单把独斗战胜不了两道政治,共和党也希望借此打败民主党。 孙程浩进一步表示,从目前看,数二词并不能团结起各个阶层。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挑战者,通过参选过程,把自己的理念宣扬出去。 然而,数二词插足流向之争,对民主党而言并非好消息。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但如果政治倾向靠近的数二词参选,势必将分流一部分民主党人的选票。 实际上,中期选举之后,各路人马依然摩拳插掌,刺激而动。 尤其是在民主党方面,包括有女版奥巴马之称的加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在内的多名参选人相继涌现。 对此,孙程浩指出,现在民主党针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主党身份认同台,从场面上看很壮观,但没有一个很好的选举策略,也没有人能够把力量集中起来。 当然,这还只是静雪前期,未来还有待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萧永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